吃饭 我不想跟豆豆同桌吃饭 我看见他会肚子疼 你干吗跟一个孩子 我对他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个家有他就没有我 你别忘了 你在医院是怎么跟我说的 还是你只是想骗我 这样 那个豆豆可以回自己的房间吃饭 见不着面不就没事了吗 你别忘了 豆豆 爷爷跟你一块去啊 怎么了 我陪自己的孙女儿还不行啊 我看见有些人的脸 我还吃不下去呢 豆豆 走 多怪你 不怪我是吧 好啊 我吃了 狐狸 建平 狐狸 你看 你这个鸡汤我都熬了一上午了 你趁热喝对肚里的宝宝最好了 来 听妈妈 来来来 你坐 吃吧 送 这小孩子啊 最好的 我们的宝宝 谢谢妈 来 快 小火车要进山洞喽 快去快去 快去 来 来 来 孩子 豆豆 不喜欢吃啊 不喜欢吃啊 谢谢妈妈呢 爷爷知道你住在这儿不自在 爷爷心里也不好受 我想去妈妈结婚好不好嘛 爷爷 豆豆 别哭啊 也舍不得你 都是豆豆不好 豆豆不乖 豆豆乖 谁说豆豆不乖了 真的吗 真的啊 豆豆是我们影家最好最乖的孩子 嗯 可是 为什么 豆豆不能在桌上吃饭 豆豆做得做什么事呢吗 没有 豆豆没做错什么事 爷爷 狐狸阿姨 为什么讨厌我 那是他不对 豆豆 我跟你说啊 不管别人对你什么样 你永远是爷爷的好孩子 永远是爷爷的 心肝宝贝 知道了吗 嗯 我知道了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只要开开心心呢 建平啊 笑一下嘛 笑不出来 你这样什么意思 你心里明白 我当然明白啊 不就是不让豆豆跟我们同做吃饭吗 哪吃不是吃啊 你还怕他饿死啊 再说了 是不能怨我 如果不是他 做了这么多让人害怕的事 我能一见到他肚子疼 就吃不下吗 还有啊 我是为了我们肚子里的孩子 你问问他吗 那是哪一个孩子重要啊 都重要 坐坐 送上吃饭 爸 你怎么能让 你少说两句行吗 一家人就应该坐在一起吃饭 你见明 哎呀别吵了 吃饭都懂不上你们的嘴 吃饭 要是你自己吃 除了吃饭什么都不会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我说就这么起怎么样 狐狸啊 照理说 我不应该当着孩子说你的不是 可你也太没大没小了 不懂规矩啊 有那么跟你长辈说话了吗 老爷 你急什么呀 狐狸他也不是针对谁 他现在不怀了孩子吗 容易动气 那个不是针对我们的啊 没那个意思 欢迎怎么了 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这个一家之主 就只能装笼做牙 又在瞎折腾 爷爷你别生气 喂 爷爷不生气啊 我现在宣布 从现在开始 豆豆跟大家伙一块吃饭 哎吃 豆豆来 来 好啊 让你们自己吃 你爱吃不是你 什么事啊 啊 豆豆带回来了 我有事我都心是安逸了 谢谢你贝贝 没事 豆豆乖啊 你跑去哪儿了 你把妈妈吓死了知道吗 豆豆再也不敢玩 豆豆好想妈妈 别哭了 妈妈也想偷偷了 想偷偷了 妈 快 以后千万不能到处乱跑了 知道吗 妈妈 豆豆是不是捡来的 豆豆怎么会是捡来的呢 豆豆是妈妈的心肝宝贝 豆豆 现在你还小 很多事情你还都不明白 等你长大了 妈妈就讲给你听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妈妈 知道吗 来 豆豆 放音乐来 来 来 吃吧 好 你可回来了 想死你 吃点味道 就是 不哭了啊 晚 想念了吗 你可想念 你可想念 曼晴啊 你放心去吧 我们会好好地照顾孩子的 是 是 你就放心吧 对 你都开业了 赶紧去忙吧 豆豆 在爷爷这里住两天好吗 妈妈过两天过来接你 好 浅平 去送医院 对了 乖乖地听爷爷奶奶的话啊 走吧 来 浅平 不用了 晚上坐着回去吧 没关系 走吧 你来我家干什么 我先等 不等 不等 把话给你说清楚 我就已经离婚了 还一天到晚来我家 缠着我老公什么意思 你说这样的话很无聊 你知道吗 我无聊 安静 你明明知道我安静有很多结婚 还一天到晚缠着他 那是谁无聊 你说 你说 狐狸 你干什么 你狐狸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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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 豆豆 没叫这样的小孩 太过分了 我过分 你自己小孩不管就好 你别跟他咬我 你 不行 等等 你要是好好对他妈说话的话 他一个孩子 他能咬你妈 我告诉你 你要再对他这样的话 我让你滚出去 老夫 豆豆 我还去带回去好了 别 留下 谁要动他一根毫毛 我跟他拼命 来 没事吗 伤了没有 豆豆 好 住在爷爷家好吗 要听大人的话 妈妈过两天就来接你 我父母 那我先走了 来 小心啊 我送你走吧 你送啊你 我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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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电话里怎么跟我说的 要说什么了 我问你在哪儿 你说在家 结果呢 你在汪琴的餐厅里出现 而且还把他接回来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去接豆豆 怕你多心才这么说的 接豆豆 所以你把他妈也接回来了 我去了以后才知道 豆豆离家出走了 汪琴过来也是为了找豆豆 才来的 豆豆又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把他接回来干什么 而且他离家出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看你根本想要借口 跟汪琴接触 跟他有段思念 忽略 你讲道理好不好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跟汪琴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以后我再也不会解释了 还有 我是豆豆的爸爸 他姓你 他想住多久住多久 你再说一次 豆豆不是只要战事周围两天的吗 他在这场坐下去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啊 我怎么商量啊 我商量你同意吗 你不同意啊 还有我告诉你不理 如果你想在我爸妈家住下去啊 你最好啊 最好千万别添乱 是你添乱还是我添乱 你明明知道我现在怀孕 不能生气 你非要惹我生气 我不让你干的事你偏偏要干 你存什么心啊 我存什么心了 你不想吵架 我也不想吵架呀 那行 你现在就跟我爸妈说 如果他们不同意 那让他 让豆豆豆赶紧走 李建平 你就会欺负我 他怎么欺负你呢 我是他的父亲 我就再要负责任 那我呢 我也是你明媒正取的妻子 为什么我说的话就不算数 这事就这么定了 你最好修炼一下你的脾气 千万别惹我爸妈不高兴 我问你 在你女嘉人的眼中 是那个来路不明的眼孩子重要 还是我肚子的眼孩子才重要 你说啊 不讲完全 我告诉你啊 刚才豆豆已经受刺激了 你千万不能再这样 是谁受刺激啊 他咬我 是我才受刺激吧 李建平 我跟他妈讨为公道 你弄死你了 不要 再来